歡迎收看今天的產業勁爆 我是張麒麟 馬上帶你來看到今天的產業動態 台積電創紀錄 美股配發7元現金鼓勵 交通部長賀成蛋今天表示 淘機進入大聯盟 得與全球標竿基層比賽 美商會建議台美簽貿易協定 但美豬要讓步 台股萬點助攻 盡控上月獲利儘勤好轉 來關心台股 受到美國蘋果股序漲 台灣蘋果供應鏈也跟著吃香 大力光佔4800元 除蘋果族群外 報價上揚的太陽能族群 跟缺貨題材支撐的NoFlesh華邦店也買氣強大 另外 收穫於台積電今天召開股東會 激勵台積電股價盤中以213元再闖天價 接下來 請看今天的《財經100秒》 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週三先公布 前FBI局長科米的證詞全文 表示川普並不在俄羅斯被控 進入美國大選調查名單內 市場恐慌情緒降溫 美國主要指數上揚 接近盤中高點 一個月來最強漲勢的綠圓與黃金出現回跌 澳洲第一季國內生產貓額增加0.3% 相較前季的1.1%雖然明顯放緩 但長達103個季度維持擴張 追憑荷蘭保持的史上最長無衰退記錄 激勵澳元盼上一個月新高 美國總統川普7日公布基礎建設計畫大綱 和藉由中央帶動地方與民間 在未來10年投入1兆美元基建投資 升級老舊不堪的道路 橋樑與基層等公共設施 財政部7日公布5月 海關禁出口貿易統計 出口255.2億美元 月增5% 年增8.4% 連續8個月正成賬 累計今年1到5月出口1,219.3億美元 就上年同期增加12.5% 新唐人亞太電視張力報導 台積電今年的和和 外資持股高 張忠萌今天在股東會上有回應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安全 舒適 省錢又環保 善騰熱泵熱水器 業界唯一連續經過兩年 零下31.6度C酷寒考驗 純頂級CO2熱泵熱水器 無需電熱棒加熱 為您省最多的錢 擁有全亞洲最具經驗的CO2系統設計安裝 及專業客製化服務團隊 商業應用廣泛 健能最高可達75% 善騰熱泵熱水器 無需電熱水器 Get the job done right the first time Just choose PASL Abertronics Incorporated Professional Services Over 30 years for integrating Wiring Harness OEM and Module Design Services Across the board Auto Electronics Electrical and Machinery IT and Optoelectronics Healthcare Lighting Robotic Wiring Harness And Green Energy Abertronics is capable of optimization That provides customers with the best solutions Products and services Customers Business Partner of First Choice Abertronics 欢迎回来 国内半导体龙头台积电 今天由董事长张忠谋 亲自主持召开股东常会 台积电市值旅创新高 张忠谋认为去年搅出亮眼成績 乐观看待今年营运前景 另外股东会上有股东质疑 台积电外资持股比例太高 张忠谋也是妙语回应 天气很好的 炎阳高照的一天 今年看起来 也是会一个不错的一年 奔道题景气风向球台积电召开股东常会 董事长张忠谋定调今年会是不错的一年 台积电2016年营收续创新高 达9479亿新台币 年成长百分之十二点四 EPS11.82元 也成长百分之九 我们的员工啊 整个的酬劳薪资啊 不过有股东 饭店大亨刘台安质疑 外资比重高达百分之八十 获利都被外资赚走 员工薪资不够高 对此董事长张忠谋 为公司报去喊员 要投资人多多支持 至于外资占百分之八十 这个绝对不是我们所要的 就是1987年我们成立的时候 我们是百分之百的台资哦 这个假如是把股利减低了 那外资就走掉了 外资变零 好像是刘股东讲这个话 可是股价也变零了 我是希望这个台湾的投资 投资人多投资 多投资 每天都有机会 每天都有机会 张忠谋重申 公司股利配发将逐步提高 今年决议发放七元现金鼓励 针对未来营运走向 外界担忧代工产业走向威力化 张忠谋证实 除金元代工本业外 也在积极寻找 其他适合切入的转型机会 本业是还是会继续成长的 可是除了本业之外 是不是还能够再找一个另外一个输入 这种机会是常常会有的 所以我们是 的确是随时在注意 本次股东会也决议 共同执行长 刘德英与魏哲嘉 正式提名进入董事会 象征台积电 世代接棒底定 台积电今天股价 在股东会题材效应下 上涨至212.5元 距17年前的222元 只有10元距离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秋夏沈维彤 台湾新竹报道 但您看到今天的 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红博社 英国民调显虚 大选结果若形成僵局 英镑将成最大出家 金融时报 英国如何走自己的路 全球都在看 大选结果或将影响 未来国际贸易协定区域 华尔街月报 美国4月新增就业机会 创17年新高 月增率同步创新高 来到百分之四 日本经济新闻 2020年台队酒店 将在日本金泽 开长征型宾馆 台湾制造物联网LED驱动器 省电近九成 降低人力成本 更多信息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中文字幕提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开始码发行 欢迎回来 带您看到在台湾的一家新创公司 是少数拥有能将技术硬体及硬体结合的工程团队 成功开发物联网LED驱动器和雷达无线感应器 只要透过手机就能操作 还有故障自动回报等功能达到近9成的省电小异 也降低原地成本 我们今天的产业直观 大家可以看我经由手势这样的动作 我就可以跟后面的灯光去做相关的联动应用 有如变模式做个手势 后方的灯就亮了起来 能让灯具这么灵敏 台湾新创团队可说花费多年 研发物联网LED驱动器和雷达无线感测器 两者结合提供完善的智慧控制解决方案 并获得多国专利认证 我们将控制的技术 供电的技术 还有通讯的技术 整合在一个LED driver里面 那不管什么样形式的光源 像是我背后的这个平板灯的光源 或者是说像砍灯 投射灯这样的光源 甚至路灯天井灯 那接上去之后 它就可以有机会来跟网路做连线 低亮度的这个部分调整10% 调整成100% 透过手机就能轻松调整每一盏灯具的不同亮度 或是决定量前排灯 还是后排灯 甚至是单一盏灯 科技公司执行长黄建尧举利 一般使用的日光灯 耗电量大约1000度电 通常都会改用LED灯来节省电力 大约500度电 如果装了物联网LED驱动器 可再省下370度电 约87%的电力 我们会经由NFC来读取 装置里面的设定参数 那使用方式就跟刷悠游卡这样一样简单 控制只是给客人的一个附加的福利 节能也是给客人一个附加的福利 但最重点是我们节省的 他们后续营运的跟维护的这些成本 台湾中原大学体育馆率先使用 让150盏灯连上云端 轻松分区分亮度遥控照明 不再造成突破延长灯距寿命 省去人力成本 美国加州的希尔顿 纽约的窗帘工厂 也使用这项技术 在市场市场上 我们在目标的 大量的能量是花生产 在建设灯为工厅 工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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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在 富富克林大桥 经由我们设计的产品 我可以从远端 去了解我们办公室 灯光会做的状况 不论人在哪里 藉由智慧装置 就能控制远端登具 包括用电资讯 和故障都能自动回报 产品更获得美国FCC 和澳洲RCM等相关认证 公司有80%以上营收 都来自美国市场 这要归功背后团队 我们公司属性比较特别 就是我们有机构工程师 有硬体工程师 有链体工程师 所以我们每一个环节 都可以自己做 自2010年成立以来 智力开发智慧建筑控制系统 兼具软硬体整合技术 2012年获得台北市政府补助 2013年获得经济部新创事业奖 更在2014年底 登陆会买中心创柜版 材料方面 黄建瑶选择较耐高温的日制电容 和其他原件 尽管成本增加 降旧产品品质的黄建瑶 仍坚持用最好的 第一步跨出去是没有人知道 那一步是对的或错的 但是有一个东西很重要 就是说你选定了一个方向 你就是努力的朝那个方向耕耘 那你总是会发现 别人没有看到过的机会 我们觉得台湾人应该要向外发展 所以说我们很着重在申请 国外的安规的这个部分 那让产品跟服务可以有效的 向海外的市场做发展 黄建瑶也很重视员工福利 他认为享受生活才能激发创意 为公司创造更多价值 进一步回馈给社会 未来也秉持精力求精的态度 开创真的无限可能 带你看到明天6月9号星期五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英国大选结果出炉 台中国际旅诊 中央银行公布5月准备活币 全球最大共享汽车品牌台湾上市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张祈玲 我们明天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